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弃治疗 因为费用的问题 孕妇的丈夫也哭了 然后帮她治疗的主治医师中正科主任 当场也哭了 因为这次是没有办法 孕妇住进加护病房 光一个星期治疗费将近20万人民币 最主要是叶克膜费用惊人 在中国一开机 人民并换算台币要20万 而在台湾开机就要60万 住院7天下来 因为中国病患几乎要全而自付 大约86万 而台湾因为有健保 病患只需要负担十分之一 不到七万元 台湾的话 健保的话 因为它有给付 再加上台湾的话 我们是部分负担十分之一 所以基本上在台湾使用业克膜 再加上住加护病房的话 它的费用的负担 就不会像中国大陆这样的严重 因为中国大陆我们知道 他们没有所谓的全民健保 不少民众看了很有感 大赞台湾的医疗资源真的很棒 也难怪医生会写下 我们生活在台湾真的很幸福 三学志享受自样的跳舞动